我先去看劉爾特的音樂會 今晚都挺好的氣氛 待會再說一下劉爾特的音樂會 我們要他支持 星期六也做了一場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或者還沒買票 也可以買 在旺角麥花省舉行 如果大家還沒買票也可以買 也挺棒 找了不同的年輕歌手 甚至一位神秘嘉賓 一起去唱歌 甚至他自己也是去演出的 當然彈結他一定有 甚至他有唱歌 所以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買票去支持 先說新聞事不宜遲 也要再說 今晚的《啤梨晚報》 希望大家都重溫 終於終於過了一些事情 非常期望 你想想又要主理《啤梨晚報》 平時有啤梨 大家可以分擔一些 我準備資料 因為《啤梨》就負責做運單 這樣就可以了 他自己又準備一些想說的 topic 所以譬如有圍爐說好很多事情 所以非常之忙 希望大家都不要介意 今晚我也覺得挺好的 今晚在《啤梨晚報》三位嘉賓 分別就是陳朗星 然後也有《啤梨晚報》 《啤梨晚報》 如果大家喜歡聽恐怖的事情 說極度深寒 恐怖一小時 他說這方面是很出色的 他《啤梨晚報》 還有最後一節就是以前 港龍國泰公會的主席 《啤梨晚報》 他做了這麼多年 兇者 他們經常飛來飛去 是不是經常見鬼呢 在外面住的時候 還有航空界 兇者 那些機師 大家的關係是怎樣的 有沒有遇過一些欺騙 甚至有些人有沒有趁機抽你水 今天都說得非常之好 果然是平時他講習慣的 我覺得六節三個嘉賓都非常之有趣 大家可以聽回昨晚 可能大家覺得港漫那些 大家興趣不大 但也可以聽回鄭建和 也挺難得 鄭建和 基本上是我香港裡面 最喜歡的一兩個的漫畫 甚至我覺得他的故事是最棒的 甚至他當然那些思維立場 和我們很接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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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總括這些社會嘉賓 我想大家多一些 去接觸一下其他的網台 現在還留在香港 還在發聲的 即使是不同範疇 大家都可以多一些去聽聽 好像第一晚 第一晚有SOHO SOHO News 他都繼續在香港在講時事 第一晚有開台的小米 小米樂園講馬 講阿波 陳華棟 以前大家講台一定聽過他講馬 現在他開勝利台 第二晚星期三的 有D18的內容的江少 多謝強摩界 有軍武的 很給他面子 很給他面子 這次很肯露真身 Larry Larry 江少 然後死了 開始失憶了 我突然記不見 大家可以提醒我 軍武禮物 星期四 星期四 即是昨天 麥姐之前是誰呢 之前那兩節 對了 Jason MoneyTrade的Jason 以前他和柳爺 和柳俊剛 其實柳爺 他深前也繼續在做節目 還有大家多些支持 然後昨天有門徒媒體 就是Harvey 還有今天 阿星哥 阿張鐸鐸 都是網台界 現在繼續有說話 其實我經常都說 多些網台之間 大家其實是多些互相支持 互相鼓勵 雖然我們不是什麼大台 但是我們都盡量 會多些互相支持 老友記 麥姐 鄭劍和 詩仁毅 詩安娜 還有昨天的Anita 以前的阿視有線的新聞女主播 張偉平 大家都可以 更可能全部都聽完 我覺得各有各具精彩 也有港產女優 是Alice Wong 是在星期二晚的 正式講新聞 首先 塞塞地 方哥那一節 有網友說 你挺好創意 找Anita 找戀愛顧問 去解答方哥的問題 我也想 給大家知道 其實做節目 我也是盡心思 除了純粹訪問嘉賓之外 如何令節目更新動 又是說方哥的事情 沒有理由 又是我拿著G咪 訪問方哥的 也是可以 有一些新意 大家都可以覺得 這個形式 去講方哥的事情 或者解答一下 也挺有趣 希望大家都不要失望 雖然大家都可以在重溫上面 多些支持 不要跟那些嘉賓來 有些重溫區這麼少 下次就很難去請人 每次 你猜到這麼容易請這麼多人 真的 要約人 要分配時間 這才是最麻煩 最難搞的事情 好 講新聞 福布斯 請問大家 請問我 請問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